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我的学问推向大众 我要收大众为徒弟 你可以向我学习这些学问 这些学问是超人的学问 像我们的中国老祖宗 他们的法力无边的 很可惜历史的摧残和师父们大部分都自己留一手 自己留一手 下面一代的师父又留一手 到最后所有的徒弟什么都不知道了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法国的预言家 他是非常出名的国际大师 很可惜的是 他没有收徒弟 他预言了很多事情 而且都已经实现了 世界上没有人知道 他当初是怎么样预言将来的 我可能是唯一的人在地球上 知道他是怎么样预言的 因为我可以穿越时空去看他的研究 所以我觉得这些技术必须要传戴的 这样我们才不会有遗憾 而且我也不会有遗憾 所以你欢迎向我学习 你可以做我的徒弟 或是你就是对这些学问感到好奇的话 你也应该跟我学习 或是你就观看这些影带 你可以受遇到很多 你可以了解到人生 而且你可以研究到其他界 其他的三度空间的学问 第三眼 什么是第三眼呢 第三眼就像X光的眼镜 你可以穿透人体 看穿人体内的器官 你甚至可以看到器官是不是有什么病变 第三眼还可以穿越建筑物 看到建筑物里面的成色 而如果你是在找人的话 你可以看到那个人在什么状况 在什么地方 好我就讲到这里 其他的请你们看影片介绍 大家好 这一集要讲的就是 在灵魂出窍期间 你的大脑一定要保持冷静 好 为什么要保持冷静呢 好 因为是这样 因为你灵魂出窍的时候 到另外一界 那所有的界呢 他们的那个空间密度啊 什么那个时间啊 都不大一样的啊 那还有就是最主要是 你是灵魂出来的 出了人生肉体啊 那你灵魂出来的期间 你如果脑筋想的太快的话 你的灵魂就会摇摆不定 就会一下这边一下那边这样啊 然后你的就是我们中文所说什么三魂六魄啊 你就没办法固定 对 所以你的脑袋一定要保持冷静 你的脑袋如果冷静的话 你的灵魂就会聚在一起啊 然后你就不会分散 你的神就不会散 然后你就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啊 比如说你这一次灵魂出窍是有目的的啊 那你一直有保持冷静的话 你就可以达成你的任务 对 那有有几个很出名的啊 就是说 比如说外星人啊 外星人他们是用他们的手 手来那个开那个飞行船的 那所以他们开船的人呢 都有训练过啊 就是说你他大脑是非常冷静的 因为他用大脑直接开那个飞行船 那如果他大脑很乱的话 这个飞行船就会乱飞 好 所以他大脑一定要很镇静 然后可以想 慢慢想自行 然后这样子啊 然后确定这样 然后 他才能够飞这个飞行船啊 就是为什么啊 大脑一定要冷静 你的思想才会清楚 然后他们的键盘才能够读到他大脑里面的啊 最好那个讯息 还有另外一个啊 最好的例子就是那个佛教啊 佛教那些和尚啊 尼姑啊 那他们在练那个 那个最后要去佛土的时候呢 他们大脑也要也要非常的冷静的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要回他们的要去佛土 你看 那去佛土的时候 你也是要很镇静的啊 就是所谓镇静就是说 你就不会这样啊 你的原神摇摆不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非常重要啊 你的灵魂出现的时候 你要训练你的大脑要保持冷静 要冷静 你的原神才不会动来动去 因为你脑袋的想法一动 你的原魂啊 那个灵魂就会动来动去啊 所以所以啊 不能啊 脑脑不能太活跃 这样子啊 那我还会有另外一个录影带 来教你怎么样啊 保持镇静啊 这样保持冷静啊 那好 谢谢你观赏这个视频啊 啊 如果你要学这些 我所有的本事的话啊 你必须要看所有的录影带啊 因为所有的录影带都是啊 息息相关的 好都有连在一起的啊 不是说你看一个录影带 然后你就啊 好像全部都学完了 其实不是这个 宇宙很大的 然后有很多秘密啊 那所有的秘密 你都要知道 要学啊 比如说就像我说 灵魂出效很简单 但是出来之后 困难的是在出来之后啊 你要面对一些什么啊 你有哪些事情你要注意的啊 这些是比较重要的啊 所以说就是练灵魂出效的话 你要注意这些事情啊 要不然你是自己吃亏了啊 我师傅是这样教你啊 那你要执行啊 因为我学了 我有20年的经验啊 所以把师傅把这个技术传授给你啊 所以你要啊 那个好好的学习 好 你要订阅我的视频啊 你才可以看到我所有的技术啊 而且我会很多很多的影片会上映啊 好所以你要啊订阅啊 才可以看到所有的啊影片 好谢谢你的观赏 谢谢